几个年轻人 随着音乐跳起的流行街舞 看起来帅气十足 充满青春的火力 就连身上的槽涕也很吸引人 因为你相信吗 这些衣服竟然是利用 大甲妈祖的香味制作的特殊的材质 让董事长言清彪也觉得很不可失忆 很多听着说 我们这个乡夫 可以做麻祖山 我昨天也没进来 穿着车就几个人会在问 我说阿祖山的灾难 他在跟阿公 我也觉得怎么有这么神奇 结果就是跟我们所有的 不一样 我们今年 这个麻祖山的平安山 一定会比大英年 说不应求 麻祖庙香火鼎盛 每年产生好几顿的香灰 都被当成垃圾丢掉 现在庙方和仿制业者合作 将信徒膜拜的香灰 当成制作衣服的材料 推出具环保性的麻祖沙平安符 而且在符事上还印上香炉跟麻祖 绕境的图样 诉求就是平安 这一件麻祖沙做成的平安符 它这个沙里头 我们把那个香味 直接放在那个纤维里头 那么再放在里头的时候 它是研磨成 香味沙研磨成奈米的那一个分子之后 再放进去 那这个颗粒 它其实永远洗不掉 那么可以确保这件衣服 你穿的时候 它是得到保佑的 我们在设计的部分 其实有考虑到年轻人 比较潮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件衣服 它在设计的部分 也考虑到了整个的 它的设计的款式 跟我们的符号 还有后面这里 有祈福过的 业者也表示 这次一共推出四款潮梯 而每一件的衣服 至少都含有50%以上的香灰成分 穿在身上不仅环保 还同时能获得麻祖的祝福 保平安 再搭配流行图案 希望能吸引更多不同年龄层的青睐 记者王志炫 台中采访报导